那古时候没有这么多便利的东西 它为什么落 落怎么知道 你看看古人留下来的文字 诗词过腹 描写当时社会的状况 我们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人真有落 落都苦少 为什么 人都能知足 相信命运 相信因苦 相信报应 知足 常落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物质需求的不多 能吃饱 能穿暖 能有个小房子可以遮备风雨 很快乐了 他没求啊 苦从哪里来的 苦从贪欲来的 贪心 没有底的 永远不能满足 这就太苦了 那科学技术带给我们 为什么不快乐 带给我们的贪嗔痴 我们堕落在这里头 所以落不起来了 今天这个社会 贵为天子 富有万亿 不快乐 他什么都有啊 还不满足啊 还在贪求啊 真正是他的福宝大了 过去深重 深深世世 累积的善业多 今天居这么高的位置 得这么多的财富 但是他还不满足 还是苦 薄弱智慧 能带给我们快乐 带给我们幸福美满 这一身幸福 来生更幸福 深深世世 不赦幸福 这是薄弱智慧 由贪嗔痴慢疑的人 决定得不到 啊 只有薄弱 能把这个五毒 真正的洗刷干净 没有薄弱智慧 这五毒去不掉啊 彻制 civilian